高雄有早餐店业者控诉 今天上午被一名陈先生恶意起单 对方透过外送平台 点了2000多元的餐点 要求现金支付 餐点做完之后 外送人员却跑回来退餐 理由是联络不到陈先生 而当时送餐定点就在妈祖庙 业者也痛批 难道不怕被神明惩罚吗 已经过了早餐时间 不过早餐店还有好几样没卖完的餐点 店家指控这些全是被恶意起单的 高雄陆族去这间早餐店 业者抱怨27号清晨5点 接到一位陈先生 透过外送平台下订2000多元的订单 对方要求现金支付 自己和两名员工赶在半小时内完成餐点 外送员却在取走后10分钟跑回来退餐 理由是联系不上陈先生 陈先生设定的送餐地点就在路族地标妈祖庙 让业者气得痛批 不怕被神明惩罚吗 好在后续有好心客人 愿意向店家购买照气单的餐点 降低损失 外送平台表示 后续会依照合约规范按期给付 也就是说扣掉抽签费用 其他损失金额由平台吸收 一取消掉平台只给我们40% 那我们算是亏损 这种状况第一时间你先打电话问客人 因为正常来讲客人很少会有这么大的单 他们寻民法有关侵权行为 把这个关系来请求 遇到大笔订单还是再三确认消费者资讯 来保障自身权益 以免让自己的邪汉钱百百浪费 记得万家王成龙等名高选班的